接吻就能拯救世界你见过没有 这么神奇的操作出自于2016年播出的动画 白武装战绩 他的套路简直是让人万万没想到 这破路也能开车 废话少说 赶紧扣一进入主题 男主卢月损人是一个开局无一职 所以高的男人 简单的来说 就是他很屌很牛逼 但在故事一开始 你不知道他屌在哪里 所以就得说说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 这个世界被一群叫蛮族的怪物入侵 所以人类开发出了一种叫白武装的变身宝石进行战斗 只有无一职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可以变身 虽然故事开始把男主介绍得很屌 可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男主刚开场就有个白猫妹子 扑到他的怀里 然后使劲地撑着男主的帅脸 傻子都看得出来 这就是有典型的后宫动画套路 一上来就白给了妹子 可是妹子是自我介绍说 我是男孩 也是你的室友 结果男主竟然是一个看球论论的耿直男孩 于是真的信了白猫的鬼话 所以在白猫拉着男主的手摩擦时 他一点都没有感觉问题出在哪里 反而觉得好烦啊 而这所学校的女生颜值都特别的高 学生会的会长大黄一看就是傲娇高能力 他一出场就霸气地要劝对两名迟到的女生 而这两名女生原本是去接男主的 只不过男主不想被人接而偷走才导致他们迟到 于是男主只能挺身而出 只知道白猫比他还要激动 于是正常透露他们冷毛地打黄 打黄就要跟男主决斗 不过男主空游无一职 还不知道如何控制保持变身 于是白猫带了他去进行特训 结果这部动画超级尊重武力知识 因为知道变身容易破衣 所以他们就要提前换好变装衣服 就那种相对比较露的 于是白猫就很害羞 可男主还是没有搞明白白猫害羞的理由 都是带把的 至于吗 而最骚的还是有天回宿舍的时候 男主装进了白猫刚沐浴完的样子 他能就还不找白猫 是个女的 可你说男主傻 人家也不傻 在开始和大黄决斗的时候 他一看对方身材明显就是个女孩 于是二话不说 就控制变身冲了过去 结果因为力量没有控制好 而直接把大黄给摁在地上 还触碰到了对方敏感的部位 于是大黄就很生气 男主尽能搞颜色 好呀 那就比谁的大炮更厉害 说完 就逃出了一个又长又粗的 圆形加龙炮 虽然最后男主输给了大黄 但是 因为大黄事先承诺过 不会全服武装 结果被男主气得恼羞成怒 直接开大 这样一来 也不存男主输给他 而既然打过炮 那么男主应该是双大黄的人了 所以就邀请男主加入学生会 而之后的大黄 就很明显对男主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果然打是琴 马是爱 学生会的作用是和蛮族对抗 保护落小人类 很快他们就有第一次团体任务 一个小型boss出现在周边 而编剧到现在才把这个故事 最强设定给讲出来 但就是男主在抗敌的时候 突然爆发出一股前所未有的能量 并且大脑失去控制 这种操作一般就是 男主抱走之前特别垃圾 抱走之后就可以拯救世界 但恢复清醒的机制 大多数都是女主唤醒男主 而白毛的操作就很骚了 直接他扑上去啃的男主 顿时男主就恢复了清醒 并且可以操控这股力量 小boss就这样被男主一刀切掉了 而就是这个桥段 你敢心在两人乱啃的时候 boss就在旁边光站着 都是打他们呀 难道两人气味就跟其他动漫变身一样 还有无敌效果吗 我报复 而通过这场战斗 男主才知道白毛是女孩子 因为小boss不小心砍破了白毛的战斗服 所以男主也想起了 小时候自己救过了一个小女孩 原来那时候白毛被感染到了病毒 而男主救了她的时候也不幸感染 这个病毒致死率极高 如果能够不死 那么便可以获得强大的战斗能力 白武装也就是变异体 所以没boss的白毛 可以用接吻唤醒暴走的男主 编剧也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就是医治活性病毒 而自从变异体出现后 编剧似乎就很喜欢这种设定 于是 拥有变异体白武装的人就不止男主白毛 还有一个叫鹰的爱斗女孩 她从小被父亲迈到机构去做研究 承受了非能痛苦后活了下来 之后便可以白武装 硬剪还是变异体 鹰一出上也是直接白给 当上说要嫁给男主 而原音竟然只失责小的时候 男主夸了她一句唱歌 真好听 这个希望原来妖妹也要领先在七宝线上 而最强的变异体都不是他们 大王说自己还有一个妹妹从出生 就是变异体 因为父母为了打扮蛮族 所以就用妹妹做实验 最后 妹妹再一次外出为了救大王 和觉醒力量 从此妹妹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不过身体却一直维持着在白武装的状态 而且她的设定就是提供能源 只要妹妹剖开 那么整个学院设备都会形成瘫痪 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已经 嗯 嗯 男主出场最强无一职 结果立刻就被大王打败 所以好不容易觉醒了变异体 可是 却出了鹰 还有妹妹这些更强大的变异体 而最骚的是 连三个反派小孩 都是变异体 那大街的变异体设定 让男主显得好像没啥用啊 而说到反派 这三个小孩 是听命于一个红毛哒哒哒大姐姐的 三个反派 一直都该跟男主他们作对 不过 这三个变异体空有力量 就是比较没脑子 所以 很快就被男主他们抓走了 而这个哒哒哒大姐姐 就是这个故事的中期boss 其实从之前的剧情推进 你是这样感觉的 毕竟 他趁着男主他们在开学院计的时候 选择入侵 而这个哒哒大姐姐 并没有表现出多么强大的实力 这战斗蜜蜂伪装成扫地机器人 送到拦住他们的学校 在所有人聚集室便启动攻击 而战斗蜜蜂只是一些开胃菜 大大大大大姐姐还准备了各种战斗机架 大大大大姐姐的目的并不是男主 而是 那个会充电的妹妹 可是没想到大黄还有个哥哥 却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 而大大大大大姐姐会攻击学院的大部分原因 还是因为哥哥 从他们的对话就可以得出 应该是因爱深恨 大大大大姐姐以前是哥哥的女人 但是哥哥可能是一亲别恋 反正大大大大姐姐就想来弄死妹妹 而这段剧情可以说是整个动漫操作最迷的 如果以下内容是你万万没想到的 赶紧再公平评论 首先是哥哥和大大大大大姐姐两人讲了一堆屁话 动漫也没有明确说两人为什么会有仇恨 主要是大大大大大姐姐在外面安排了那么多高科技 我还以为作为大boss肯定是纠集变异体 谁知道他就掏出了一把看起来特别普通的手枪射了起来 而哥哥也掏出了一把更普通的手枪对射 所以要命的是大大大大姐姐就这样真的被射死了 大boss就当死了要怎么演 还有不是男主在整出世界吗 现在男主在干嘛呢 他在外面打机器人呢 因为没有暴走 所以男主简直是弱的一匹 再加上大大大姐姐安排的一个小boss 突然射出了一圈又一圈的光环 结果男主这边所有人都失去了战斗能力 原来这个小boss才是最终大boss 而更神奇的事情竟然是鹰的歌声 竟然唤醒了大黄沉睡的妹妹 而作为整个动漫最神秘也是设定最强大的 一般就是他给男主加上一层buff 然后皮死boss 结果当我妹妹缩紧后 竟然给男主的妹妹加上一层buff 啊男主的妹妹是谁啊 我好像没说过 主要是因为这个角色在这部剧中 真的是一点必用都没有啊 而最骚的是 在我以为拯救世界的人是男主的妹妹时 结果男主妹妹竟然和鹰开始唱歌了 通过歌声 所有人都恢复了战斗能力并且变得更强 卧槽 这剧情怎么这么眼熟啊 而且每一个boss的智商都感觉很捉迹啊 为什么都要等别人buff加完再打呀 你倒是智商在线一下前打奶妈呀 于是加了buff的男主就开始全方面的压制boss 最后 全力一击终于打败了boss 男主也脱离解除了变身状态 结果 boss竟然又又又又又又复活了 于是之前被抓走的反派三小孩突然出场 之前其中一个少人突然发疯般的把boss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可谁知道boss又又又又又复活了 看到被打飞的少年 其中一个反派少女突然暴走 身上的红光一闪 紧接着是白光一闪 他就完成了变身 然后白光一闪 boss就被打死了 可是因为暴走而失去理智 所以男主他们又要面对少女的无差别攻击 现在boss又变成了反派少女 这要怎么搞呀 而我开头不是说的吗 整株世界要靠接吻啊 于是 大王妹妹又突然出现了 然后给了男主一个接吻buff 接近男主突然满血复活 然后和反派少女打了起来 这打头画面精彩地让我不忍直视 就连我这1980×1080的显示片都无法展现出他们的战斗画面 这件白光 一闪一闪亮晶晶 boss就这样被男主打败了 而男主最后也跟白猫走到了一起 可是大王对男主的感情也认真挣脏 在这当两人在甲板上轻轻握握的时候 那根又长又粗的甲龙炮就这样对决了两人 男主粗 故事软节 这是2016年的一部神奇动画 在漫画后续好像男主和白猫还有了孩子 这部动画从开始到结尾就一直在套路观众 而最糟的是那些明明就是很俗的套路 却老是猜不到 因为各种繁杉当人始料未及 但是却又有似曾相识的设定 似曾相识的剧情 所有人叫他摆套路战绩 老家也没什么毛病 由于我没有仔细好好的去看过原作 所以说呢 整个故事算大家刚开始能够搞懂 但是男主美美的处长还有大王哥哥 全部都是看起来没什么必用的人 最浪能吐槽的真的是后期打都还面 感觉编剧实在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编 就来点白光一闪 实在太尴尬了 而且这部动画如果想要加分 感觉可以尝试一下 白猫真的是伟良 说不定就很棒 这个套路怕是观众都不会想到 卧槽 真的是难能呢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